你好 欢迎收看股市好神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邱建豪 今天是愚人节对不对 开不开心 有没有开那个同事的玩笑 有没有 我说没有的赶快去开一个 赶快去开 来我们看今天的盘 今天盘开低走高 严格上来说是开低走高 来你注意看 你会觉得说老师今天是开高走低 不是 今天开低 一瞬间就是达到最低点 所以今天是开低走高 好不好 你记得我昨天说的话吗 你还记得吗 我昨天说什么 我说今天也是没量 所以没量会怎么样 就是整理啊 不会大跌啦 所以今天开低就会走高啦 如果开高的话呢 就会走低 这样你懂吗 所以这个叫什么 不是愚人节快乐 这个叫 这个就是我看见的未来 你懂吗 我昨天就跟你说了 我说今天会没有量 这个就是整理格局 这叫整理格局 来你注意看哦 再来我跟你分析三档股票 你注意听哦 台积电 有人问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老师是不是导撞反转 我跟你讲很像 可是重点是没量 所以这不构成导撞反转 好不好 这不构成 所以你不用担心 有这一支的 我跟你讲一样续报 不用担心 跟联电比起来 我跟你讲 这一支比较好了 真的比较好了 你注意看哦 你注意看联电的走势哦 联电这个缺口比较大 对不对 台积电呢 比较小 你注意看 有没有注意看到一个重点 台积电还是收红K 联电是黑K 有没有看到 有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你有台积电的 续报不用担心 好不好 不用担心 来有人再问一支 2368 这个已经 这已经很久 很久之前的那个PCB 记得吗 之前有一波PCB非常强 非常强的走势 但是这一个 你注意看哦 我把它缩小哦 它是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看到 它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说它在涨 今天的量人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如果要再涨哦 如果这支股票要再涨的话 它量人 不要再大出来了 不要再越来越大 好不好 今天的量还可以 因为你跟这边比 今天的量还算小量 好不好 今天还算小量 所以这个不是 这个是攻击量 你不用担心 这不是出货 你放心 这不是出货 来第三支 有人问一答 今天很热门的哦 你注意看哦 一根长红这是谁 1314中石化 好不好 1314中石化 你注意看哦 来今天数了几张 21万多张 今天什么利多 你继续翻新闻 但是我跟你解这一支 你注意看哦 我跟你解这一支 来我们把它切换成客线 你看哦 它前面是有卖压的哦 前面是有卖压哦 所以它接下来如果要往上攻击 我跟你讲 这个量要越大越好 跟刚刚那一支刚好相反 跟刚刚那一支刚好相反 好不好 这一支要越大越好 所以你注意看哦 今天一根长红对不对 可是前方还有卖压 你就要用更大的量 去消化它 去消化它 这样懂吗 好不好 来再来 来我要跟你解这个盘 我说这个盘你不用担心 这盘我已经帮你规划好了 我帮你规划好了 好不好 来你注意看哦 这里左边是FB 中间是TG 右边是Liote 来我希望你们都去加入Liote 为什么 因为Liote可以互动 Liote你可以问我股票 我会当场回 好不好 你可以问我股票 我可以当场回 这样懂吗 但是不要问太多档 有人一次问50档 你叫我怎么办 我不是50个人 问50档就几档了 你知道吗 2500档 我要怎么回 好不好 不要问那么多 但是我会尽我所能回答你 好不好 尽我所能 再来美股盘都说什么 美股收到 首记 收盘 他说什么 就是首记那个营收不好 首记的营收不好 所以他今天 他昨天晚上 大跌 大跌550点 所以你看 昨天一片黑压压 昨天 昨天的美股 你今天早上起床 你说完了 惨了 老师今天开低完蛋了 完蛋了 会不会开低走地 我跟你讲不会的啊 你还记得吗 我昨天说不会 我说因为没有量 所以他不会跌 虽然不会涨 但是也不会跌 所以今天开低走高给你看了 但是今天没量嘛 所以今天开低走高啊 所以这个盘这样是正确的 好不好 今天来说 是还可以 好不好 还可以 再来 你注意看哦 我说这个盘 我怎么跟你解的 这个盘 我从这一天 跟你解到今天 有哪一天错的 没有 几乎全对 这个叫看见未来的本事 好不好 这个叫本事 你注意看 这一天 我跟你说 他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先下后上 第二条直接上 他选择直接上 直接上之后呢 接下来呢 遇到阵阵利空 对不对 开始打下来 我说我连风险都会预告你 记得吗 这一天 我跟你预告风险 隔天跌400多点 哎 拍谁 是400多点 不是40几点 是一根长黑 我刚好是在前一天 预告你风险 所以我说 你只能看我节目 其他老师不敢跟你预测未来 因为他看不见 他看不到未来 所以你跟他 你不会赚钱 你只能跟我 一个可以看见未来能力 我跟你讲 你只能跟我 你只能跟我 你才能赚钱 不然你要跟谁 你跟了一个 看不到明天的老师 你会赚钱吗 他每天都带你追高 每天都带你杀低 今天有没有很多人 开盘在砍股票 我相信很多 包括你的老师 你信不信你的老师在砍股票 问你最清楚了 你今天你的老师的动作 是不是开盘在砍 结果呢 全部收高 今天全部开低走高 我今天买了一档新股票 你等一下注意看 你等一下注意听 我今天买了一档新股票 来注意看 这一档 这个是大盘 我还没跟你解完 来再来 这里我说会反攻 结果他反攻一波 对不对 这里结果遇到更大的利空 把他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呢 这里反攻一波 对不对 把这个黑K吃掉 所以我说这个黑K不可怕 可怕是你的心 一直在变来变去 好不好 所以这里并不可怕 来这里上去之后 跌下来这一段 我说什么 我说怎么下就怎么上 一天 第二天 有人说这里是V转 真的很好笑 你注意看 两天前 他在跟你说这里是空头 两天过后 他跟你说这里是V转 你的老师会不会这样变来变去 我说那个叫看不见未来 你那个叫看不见明天 你跟他是没有意义的 你跟他 我跟你讲 今天有人来加入我会员 他说老师 能不能用昨天的优惠 你记得吗 昨天优惠最后一天记得吗 我说你没差几千块 结果他一样加入了 我今天带他买一档股票 今天马上赚钱 马上把那个差价 昨天的优惠跟今天没优惠 的那个差价赚回来 所以我跟你讲 你根本不用在乎那个几千块 甚至几万块又怎么样 我今天带你买一档股票 你就全部赚回来 这样懂吗 这样就全部赚回来 所以你不用差那个几毛钱 说老师 我要等到你有优惠 我才要加入 有的人说老师 我有其他老师的会期 我要等到其他老师的会期 过期之后 我才要加入你的 我跟你讲 那你继续等 你慢慢等 再来这一支 你注意看 我这一天 我再跟你预告风险 有没有 我说这一天 我把股票清光 这一天是3月4号 就是上个月中 今天已经4月1号了 来这一天 我跟你预告风险 对不对 隔天发生什么 300多点的下跌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我说你只能跟 一个看得到未来 看得到明天的老师 你其他老师 你不用跟了 我说真的 他们看不见明天 怎么能带你做到未来 你的未来 你怎么会有未来 我问你 你看不见 你连明天会展会点都不知道 你连明天会展会点都不知道 你还怎么带人家做股票 是不是 再来 我说这里 他出现反攻 对不对 来第一天 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再来 这里回撤半年线 我说会继续上 结果呢 创短高之后 我说你要小心了 因为这里 我看见风险 这一天 我又看见风险了 记得吗 因为我说 我指量人还不足 我指这个量 这里的量还不足 所以我说这里仍然不足 但是跌下来 是给你买股票的 你不用怕 记得吗 我是这样说的 结果隔天跌一根下来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说你不用担心 因为下面有年限 下面有年限 你不用担心 再来 你看 接下来 我说什么 这一天 我跟你预告 我说什么 我说这个盘要上了 但是重点 还是在量人 记得吗 这一天是3月29号 就是大前天 大前天 来 再来 你注意看 这一根 一根藏黄上去 我这一天 跟你预告你的机会来了 这里马上涨 我跟你预告风险 隔天就藏黑 有那么巧的事吗 如果我看不到明天 你觉得有这么巧的事吗 当然没有 因为我看得见 所以你看到这一天 我跟你说什么 我说这个量能微微放大了 所以这里还有高点 短线在震荡 但是我说什么 这是昨天 你记得我说什么 我说节前是整理格局 所以这个出量就会涨了 但是如果没有量 也不会跌 你放心 这是我昨天跟你解的 我昨天是这样跟你解盘的 来你注意看 今天呢 今天是开低走低 你会认为是开低走低 我跟你讲是开低走高 今天严格上来说是开低走高 因为我刚刚跟你说的 今天严格上是什么 开低走高 你注意看哦 再看回这个盘 然后把它切到这里 因为开盘就是最低点的 开盘一瞬间打到最低点 然后最低点之后往上拉高 所以今天几乎收最高了 收最高 所以你看哦 这个盘 来一样没有量能 对不对 来我跟你解 这个盘怎么解 注意看哦 我给你四个字 蓄势待发 所以这个盘出量 我跟你讲 只有一个方向往上 如果往下你来找我啦 我跟你讲真的 这个盘只有一个方向往上 我相信很多老师会这样跟你解盘 他会说这里有个支撑 下面那个支撑破了就往下 上面有个压力 如果上面那个压力过了就往上 我跟你讲 你听他在放屁哦 这叫什么解盘 我问你 这叫什么 是愚人结吗 这叫什么解盘 支撑破了废话 我也知道 还需要你来解 压力过了就往上 那两边你全包啦 往上往下都对 我刚刚说的 我说这里只有一个方向 向上 我说你听我就对了 其他老师不用听了啦 好不好 不用听他在放 这样懂吗 来我说我满手股票 过清明 你听好哦 我是满手股票 我手中五档满档 过清明 我们等着看会不会赚钱 这个是我给你的结论 我说昨天有来跟我的 昨天有来跟我 我直接带你买五档股票 对不对 我今天直接叫你买满 今天我直接叫你买满股票 因为这个盘要上去 这盘要上去 你放心 好不好 你听我就对了 其他老师你不用听了啦 我说你跟我的差别 不要说你 你的老师跟我的差别 就是在于能不能看见未来能力 这是很重要的 来我说你来跟我 我给你四大保证 我带你进 一定带你出 持股绝对不会超过五档 节目上说的股票 会员手中一定有 也就是说我节目上数的绩效 你一定有啦 你保证有啦 你放心啦 绝对不跟阻力挂钩 这四大保证 好不好 我跟你保证 来再来 台办 来你看昨天那一档不见了 我跟你讲 我几乎把所有绩效删光 我说这个是留给你赚钱的空间 因为未来我的股票一一上去了 你才说 老师我们真的赚到钱了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 好不好 我希望你也是如此 所以我把我绩效全部几乎都删光 绩效我只留台办 你注意看哦 我今天买了一档新股票 你注意看哦 但是我不要 我不是要你去追 我不是要你去追 你注意听哦 台办 来我怎么做的 隔天买隔天出一半 我说这个才叫操作啦 什么叫操作你懂吗 这个叫操作 看见 我说这个叫标股形态 你再注意听一次哦 我说什么叫标股形态 你注意看这里哦 涨上去一段压下来 然后你去看筹码面 我再说一次 形态就是这样 涨一段压回 然后你去看他的筹码面 如果筹码面是好的 我跟你讲这里就大胆买 这里就大胆买 大胆买进之后隔天涨停 我跟你讲就是真的啊 这是真的哦 大胆买之后隔天大涨 不然就涨停 来再来 上去之后遇到黑K你出一半 先出一半 两根黑K再全出 这是我说的 好不好 这个叫标股形态 来注意看哦 等一下 等一下还有一支 你放心 来上去之后的压回 这里切入 切入之后上去 对不对 这里我先出一半 再来呢 继续涨 对不对 我再出一半 因为第二根黑K出现了 来再来 遇到红K上去哦 全出 看这里 看这里 这一天 就是昨天 前天啊 9月9点26分 9点26分 不是9月 9点26分 来你看哦 我说什么 我说台办 获利市价出清 全部出 出在这里 9点26分 差不多9点半了 就在这里 结果当天哦 我是出红K的 可是你会看哦 3月30号哦 台办在哪一天 你知道吗 这一天 老师是变黑K 可是我出在红K 我出的时候是红K 不然我怎么结这个图 我问你啊 不然我怎么结这个图 这代表功力 你懂吗 这代表功夫啦 这代表操盘 什么叫操盘 你的老师如果是收盘 才带你出的 我跟你讲 那不合格 盘中那个即时 那个最即时 那个资讯 你要把它抓出来 最即时的切入点 最即时的出场点 你有办法吗 你的老师有办法吗 所以我说你要来跟我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能够 在盘中最即时的点 我带你进出场 我能够带你进出场 再看一次 9点26分 这里获利出清 这里 来就是这个点 我圈起来这个点 因为不然我当下 我怎么结这个图 我问你啊 如果说我事后来结 他等到已经收到盘下了 我怎么结这个图 我是这里结下来的 我怎么结这个红K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功力 你懂吗 这个叫功力 所以我这一次出了 对不对 我说我把几乎股票 全部上光 我要留给你赚钱的空间 来这是下一档 你注意看 我说成功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下一档在这里 我今天买的 我今天买的 你注意看 他是谁 3675德维 来你注意看 我买在这里 9点半 看清楚了没 来这张比较大 9点半 9点30分 来你注意看 这是卓越跟VIP 代表什么 代表特别会员以上的等级 这代表说 这一档股票 多少钱你知道吗 200多块 所以代表一张28万 一张28万 所以很多人买不起 所以这个股票 我只留给我的特别会员 就是VIP以上 特别会员跟VIP以上 这样你懂吗 卓越就是特别会员 所以你注意看 我什么时候买的 9点半对不对 9点半 然后呢 3675德维 试价买进对不对 没有我有定价 我定哪个价 296 就在这里 9点半 你看穿价 所以这个我跟你讲 保证你都买得到 这里因为这里穿价 这里最低打到295 这里最低打到295 所以这一支 你注意看 一张现在要30万了 这里一张要30万了 来收盘呢 收高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去看 3675 来收盘长这样 我是买在这里 我是买在下引线这里 今天最低是292.5 我买在296 来在下引线这里 差不多在这里 买了之后马上收高 来这一支我还没出 你放心我还没出 来你注意看 这个是这个是讯息 对不对 这是证据 再来你注意看我这天买的 就今天 车用加半导体 所以我说 未来你要买的股票 是要有题材的 这样懂吗 来这个是跟我 我的那个特助 跟我的会员的那个电话 你注意看 的那个截图 他说我早上买一张 但钱不够 所以冲掉了 来我说 我不建议当冲 我不建议当冲 来你注意看 我说什么 我说因为我要赚 我要赚波段 我要赚大钱 我要赚大钱 所以他出掉了没关系 我会找时间再把它买回来 我会叫他再把它买回来 这样懂吗 来我说12345 我报这五档股票过节 好不好 不是过年是过节 所以这个盘 我跟你讲 这个盘下礼拜要上去 所以你年假 不是年假 是节 是那个清明节过后 你回来看 这个盘就上去了 所以我说资深不等于专业 真正的专业是什么 胜率 如果这五档全部上去了 那我跟你讲 这个胜率 那还得了 这样懂吗 什么叫主力筹码 我说你要掌握主力在哪里 你才能知道筹码动向 筹码面才是你优先选择 来今天我把优惠拿掉了 所以我说你来跟我 我一样给你四大保证 我带你进 一定带你出 持股绝对不超过五档 节目上介绍的股票 会员手中一定有 绝对不跟主力挂钩 来我跟你讲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跟你讲这五档 一样 我说我现在报五档满档 过节 所以说想加入会员的 今天 今天愚人节没有优惠 你放心没有优惠 好不好 没有优惠 因为昨天已经最后一天了 所以我说你今天来跟我的 我一样下礼拜 一样带你买这五档股票 好不好 一样带你买这五档股票 好不好 今天由于事件的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就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适生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